最近这几个月 有很多投资朋友都给股市吓坏了 又是俄罗斯打仗的恐慌 又是利率上涨的问题 现在华尔街又说了 这个经济可能会进入这个金融萧条 美国很多的科技股 都大跌了至少50%以上 Zoom, Robinhood, Coinbase都跌了70% 电子车公司Neo, Rivian Lucy都跌了70% 电子购物公司C Limited, Shopify也跌了60% 很多投资朋友原本在前年2020 在股市中赚到的钱 全部都在去年2021都亏回去了 有些还赔上了本金 那为什么这样呢 其实这个是股市正常的现象 牛市的第一年 股市通常都一定会大涨 牛市的第二年 就会有大调整的机会 以下的历史图表就是证明 在网级网络泡沫过后 牛市的第一年 2003到2004年 S&P500的指数大涨 第二年2004到2005 股市就大涨大跌了 甚至有好几次 牛市的第二年 牛市的第二年 却进入了调整期 有大跌的可能性 这不是巧合 是牛市必然的现象 牛市的第二年也一定会有分析师 说熊市可能来了 这个金融萧条可能发生了 千万不要相信 其实经济还是很健康的 牛市的第二年有大波动 原因是因为第一年股市跑得太快了 第二年要休息 等待经济回复 重要的是休息完过后 第三年 股市又要冲向历史高点了 相信我 经济刚刚才要腾飞 怎么可能会有经济萧条呢 你的工作就是要研究 牛市的第二年 有哪一些基本面好的股票 已经大跌的股票 开始进场减便宜 如果你想了解 如何投资股票 欢迎参加我们免费的投资研讨会 作为有限 记得点击报名